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關於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的身體狀況 又有最新的消息 這個消息是來自中國外交部前部長李兆昇的侄女秦峰 秦峰到底是何許人 他就是香港電視綜合台的副台長 他在微博上連續發表了幾條貼文 都是關於金正恩的情況 不過都是全數遭到刪除 到底他是說了些甚麼 首先第一條貼文 就是兩支蠟燭的圖案 暗示金正恩已經出事了 可能是鄉了 接著另一條貼文就這樣寫 有些人願意在等官宣 真是自貶 我只是說事實 當年金日成去世遲了34小時公佈 金正恩遲了51小時公佈 看看今次會遲多少小時才會有官宣 我從來不發假消息 另外他在不在也好 中朝的友誼都是萬古長青 消息來源渠道不一樣 分析水平也不一樣 同行不要跟我較勁 當然這條貼文也是遭到刪除 他遭到刪除微博以後 又發表了另一條貼文 他說 各位親 我真的不會自己刪微博 可能你們的評論太high 上面顧全大局 哈哈哈哈 祝大家周末愉快 即是說 那些貼文不是他自己本人刪除 而是遭到上級刪除 這些消息到底是真還是假呢 當然就是目前無從判斷 因為朝鮮作為一個完全極端封閉的國家 所有消息都是封鎖的 我們從外邊的自由世界 就只能從一些蛛絲馬跡尋找真相 只不過空月來風未必無因 既然外界已經傳到金正恩是瓜柴 為何朝鮮的官方媒體至今仍未發佈一張 金正恩站起來的照片 反而又講了另外一些消息 根據新華社今天在平壤的報道 就說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 內閣總理金財龍 前往朝鮮西南部的黃海南道康寧湖淡水工程 和金埔礦山進行了實地考察 他在考察的時候說到 說要做好準備材料保障加緊完成工程建設 大量種植糧種樹木設實採取互霸措施 到底這些事與金正恩的安危有甚麼關係 很明顯是以其他消息掩蓋了 不去報道金正恩到底他的狀況是怎樣 只不過朝鮮媒體都很狡猾 早幾天已經發布了一篇消息 就說金正恩親自回覆了敘利亞總統 就說阿塞德 就說多謝他公足金日成的108歲銘手 只不過來到21世紀的20年代 沒有圖就當然沒有真相 更何況就算給你一張圖片拍著金正恩 你都不知道他是否收出來 或者你都不知道他的拍攝日期是甚麼時候 所謂眼見都未為真 所以你純粹擺一封信出來說是金正恩親自回覆 說服力肯定是不足的 而且作為一個所謂權威的政體 你將所有權力集足在一個人身上就很嚴重 以前就算是金日成也好 金正日也好 起碼在他的下方 起碼還有一大堆的流羅 是可以擔當他的親信的 只不過金正恩一上場以後 馬上就展開了清黨 連他的孤長張成澤也傳聞說他遭到犬缺 總之不知是甚麼方式判處死刑 總之將他拔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 若然金正恩有甚麼事幹出現 一定是會秘不發喪 這些就是威權政體的傳統 秘不發喪的用意 就是以免動搖到威權政體的統治 今天又有外媒消息傳出 說平壤市內的民眾 欠商去到商店和市場搶購物資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呢? 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還是他們預視得到朝鮮的局勢不穩定 朝鮮國內出現了一些狀況 所以就要買一些糧食 買一些物資 再加上今天我們都說過了 就是中朝邊境出現了一些異黨 前往朝鮮邊境的中國鐵路班次 就是全數取消的 加上了種種的跡象 其實都顯示得出 朝鮮的局勢正在產生了一些變化 到底金正恩瓜柴以後 哪一個會是繼任人呢? 不少的外媒都指出說是金與正 即是金正恩的妹妹 只不過有一名朝鮮前駐英公使 他就有不一樣的見解 而且用爆料是關於金與正 到底他認為真正的接班人會是誰呢? 首先介紹一下這位前駐英公使 他是一名脫北者 而且已經去了韓國 還當上國會議員 他原本的名字叫泰永浩 現在就改了名字叫泰救民 有什麼寓意呢? 就是要拯救朝鮮的人民 其實朝鮮一般的外交官 就不允許帶上自己的子女一起前往工作的目的地 因為他們的子女就要留在平壤的樹 做這個所謂智子 人智的智 就像以前春秋戰國時代那樣 我就留住你的子女在這裡 你儘管出去吧 你脫北的話 子女也會死亡 只不過這位泰永浩就說 因為他自己新患疾病 所以請求平壤當局 允許他帶上兩個兒子一起去英國 後來又批准了 所以才有機會脫北 為什麼能夠激起脫北的想法呢? 本來是做得好地地沒有問題 兩個兒子都在英國那裡長大和畢業 後來平壤出現了一件事件 叫做朝鮮餐廳女服務員集體脫北事件 發生在16年3月 這件事發生後 平壤當局針對外交官子女的規管 嚴格了很多 當時就下了一道命令 就說當這些外交官子女 年滿25歲的時候 馬上就要回到朝鮮 當時這位泰永浩的兒子 長子 剛好差不多25歲 24歲半左右 若然他們再不握緊主意 說要脫北的話 就是要回到平壤做自治 於是乎萌生了這個念頭 後來他在高爾夫球場那裡 就跟英國的特工打個顏色 連他老婆和兩個兒子 後來坐上英國空軍的飛機那裡 先飛到美軍駐德國雷武斯丁的空軍基地 然後再轉飛機 飛抵了首爾 完成了他整個脫北的過程 他去到韓國以後 輾轉又做過顧問又出過書 最後決定從政 在今年2月份的時候 代表在野的未來統合黨 贏出了國會議席 這就是泰永浩 即現在的名字叫泰救文 到底他有什麼了爆呢 還說關於金與正 他說 其實朝鮮很少人能夠了解到金正恩的身體狀況 連他在擔任朝鮮駐英公事的時候 也是一無所知 只不過他就說 若然金正恩真的病危或去世的話 金與正就似乎很難得到老一輩幹部的認可 因為這群出生在六七十年代的老臣子 就和金與正相差了三十多歲 在他們看來 金與正只不過是一個小女 這群老幹部一定會權衡利弊 決定是否繼續追隨 但是他說到他又兜底 他說朝鮮已經將國民訓練到 變成盲目地聽從上級的指示 就算金與正最終成為接班人也好 朝鮮的民眾都會照樣效忠 局勢不會立刻大亂 但是他認為相比起金與正 外界更加應該關注的就是金正日的同父義母兄長 即是金正恩的大伯 名字叫做金平一 他在2019年被召回朝鮮之前 擔任駐捷克大使 金平一和金正恩一樣擁有著白頭山血統 故此這位泰永浩說 金平一更有機會繼承最高領導人 實際最終就算是哪個繼承也好 若是金與正去繼承 相信朝鮮一定會出現一段短暫 至少是短暫的權鬥 金與正在這段時間當中 只能充當快慮的角色 因為那些老幹部根本不聽用 其實金正恩上台的時候 也曾經出現這段所謂空白的時期 只不過後來他雷厲風行 連他的顧掌也有犬決 才能確立自己的權威 只不過無論是金與正也好 金平一也好 都是姓金 都是擁有著白頭山的優良血統 所以傳來傳去也好 仍然還是一個世襲的王朝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